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楚颜哥哥 你别这么凶嘛 人都是要慢慢相处才会变熟的嘛 反正一昭哥哥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啊 一昭哥哥 你怎么会搬到这儿来住啊 安然 他不是我朋友 他是我的妻子 会搬到这儿来是因为他喜欢 你 你说什么 你结婚了 怎么没告诉我 两个月前 忘了通知你们了 忘了 这种事你也能忘了 我就想你怎么会莫名其妙搬到这小别墅来 原来是为了他 帮我去切个水果 不是啊 老练 其妙是个好事 我也很赞成你 可是 怎么能是他呀 你明明知道他是为了什么而接近你 也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你和他之间可能有些误会 我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 但他现在是我的人 夏琳 小心点手 我来吧 楚言哥哥 你能不能先送我回家 我 我有点累了 来 你没事吧 楚言哥哥 他到底是谁啊 他呀 就是一个十八线小演员 但是没想到这么多小心机 我真小看他了 老龄没谈过恋爱 肯定是被他骗的 就算一周哥哥被他迷惑了 令我